您所收听的是中广流行网超级美食家 我是主持人王瑞瑶 听众朋友 闷坏了对不对 最近好多人都要学课 到处去学习 到处去玩耍 我们今天再度邀请到的是 乐棚烘焙手作的老板娘 林佩娟 佩娟姐来到我们超级美食家 佩娟姐跟听众朋友问好 大家好 佩娟姐今天背来了好多东西 她背来了之前老师上课的成品 还有之后老师要开课的成品 我先给大家扫一遍 听众朋友可以透过YouTube上面的影片 就可以看得到佩娟姐到底带来了什么东西 第一个这是什么 佩娟姐 巴斯克乳酪 佩娟姐你要靠近麦克风一点 巴斯克乳酪 巴斯克乳酪现在很红哦 是一个丑丑的乳酪但是很好吃的乳酪 一种蛋糕 你看到那个烘焙纸都烤得焦焦的 紧接着下来这三种糖是 西班牙的糖 这是西班牙的手工拉糖 西班牙糖 西班牙糖 西班牙的糖 然后呢它这个很妙的是这个西班牙糖呢 很清楚 一个是西瓜 一个是苹果 一个是黎某 橘子吧 青年梦吗 橘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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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漂亮的断面 断面 听众朋友 他把西瓜断面 苹果断面 跟橘子断面做出来 好 紧接着呢 可以看到 这里有两罐 应该是鸦片 就是黄金泡菜 对不对 对 这是什么 这个是高士达老师之前教的 9月份教 10月份再教一次 然后就黄金泡菜 跟黄金的那个海带牙 黄金泡菜跟黄金海带牙 好 今天在节目现场 有一个东西 我最惊艳了 因为这个东西呢 佩娟姐拿出来的时候 我就说 这有口味的选择吗 我要让保师傅来选择口味 结果佩娟姐就笑 佩娟姐说 你皮在羊 佩娟姐 你带来的这是什么 麦克鸡块 这个是麦克鸡块 但是这是猫狗吃的 猫狗吃的麦克鸡块 不是人吃的 所以大家就可以知道 在乐棚烘焙手作 就是在这个烹饪教室里面 你可以学习到 这种很有趣 而且很流行的东西 佩娟姐 你先讲一下 你们家乐棚烘焙手作 搬家了对不对 对 我们搬家了 从哪里搬去 从和平西路 和平西路一段 126号 在那边 我接走了两年 然后现在搬到了 市民大道四段 我可以吃糖吗 可以 我可以先吃一个 orange吗 orange 可以的 可是佩娟姐 我觉得在前一阵子 因为新冠肺炎的关系 保师傅的课都停了 就所以像这种 比如说在密闭空间里面的 人数比较多的 这种上课的模式 老实讲在前几个月都好惨 我们在和平西路 其实也慢慢开不好 因为我们和平西路的教室是在地下室 所以既然而然 学员就会会怕 学员会怕的情况是刚好我现在搬到这里来的时候 我9月22的时候算正式签纸签完 那我的空间就比较大 而且是维持在一楼 那空气空调上我们都有做改善 那进来的人上课还是一样要戴口罩 还是希望他们都全面戴口罩 我那天去 因为我那天去的时候还是工地 我就很佩服佩娟姐 就等于是在这个坚古眼上 你有两个教室 因为我们当时在和平西路的时候 他那个烘焙教室 如果是餐的教室在楼上 那空调比较不好 那有些做一些酱料 尤其是阿华妈妈做的酱料的时候 阿华妈妈做酱料 大家都要夺门而出吗 对 很臭 但是很好吃 他都是做那种东南亚 对对对对 所以后来我考量之后 去到那边 花了时间比较长 也是因为空调的关系 因为我们整个做像厨房设备的抽风设备 花多少钱 大家以为一个烹调 一个烹饪教室 好像不会花很多钱 可是如果要认真计较 他的这些设备 我老公说 我放了一台马萨拉迪 在那边一直滴眼泪 放了一台马萨拉迪 在那边一直滴眼泪 Alan的那台马萨拉迪是四百多万 是不是 是不是这个起价 是不是 价钱不好说 我们 因为马萨拉迪有入门款 也有那种 价钱不好说 天哪 我只是想秉持自己的理念 把这个环境弄得好 然后大家来上课上的舒服 这样子 好啊 可是我其实都想要跟佩娟姐聊聊天 因为呢 我记得我去佩娟姐的印刷厂 那时候我去佩娟姐的印刷厂 佩娟姐的印刷厂里面 还有一个很大 她自己用的一个厨房 那一年呢 佩娟姐在里面包粽子 我们有开直播 听众朋友应该还记得 佩娟姐教大家包粽子的数字概念 大家记得吗 比如说一斤米 可以包多少粽子 一斤米可以包什么样的粽子 大家还记得那段影片吗 可是我自己就会觉得说 佩娟姐你们家印刷厂已经结束了 对 全部都结束了 全部结束了 其实当然是有一些原因 可是关键是在于 印刷在台湾好做吗 不好做 因为我记得有一次佩娟姐 就跟我讲了一句话 那句话我就一直记在心里 她说呢 很多人认为 看到有颜色的水流出来 就觉得它是环境污染 对 可是有颜色的水 不一定是污染 是的 没颜色的才是污染 没颜色的才是污染 我们可以仔细讲一段这样子的东西吗 因为我听说你们的颜料 什么之类的 也都是从好的 比如说德国的一些国家进口的 老实讲 他们对于污染这件事情 其实防范的很深 防范的很严 可是我们对于台湾 我觉得台湾社会 对于一些事情的解读 都很表象 对 对不对 有颜色就是有污染 对不对 这个山凸了一块 就是有人偷啃 开啃 还是说 都是用一种表象来形容 并没有专业 还是真正的真相在里面 因为有时候是他们也没办法 因为你只要 你的公司或你的工厂附近 有人去举发 他们就必须要来 那来了以后 他们也没有办法说 马上就做了检测 他就是一定是 先采取 你可能是不对的 先这样子处理 这有时候 有些事情也不是说 真的是单位上 他们会有这些的问题 其实也是很难说的 可是你们家开印刷厂 都没有因为污染被人家抓吗 我觉得早期 就比如说台湾是一路走来 环保是一路走来 因为以前 以前基本上 其实在我爸妈手上接来之后 我们其实基本上都是照着 该怎么做就怎么去处理 就这样子 所以原则上比较少 这个几率是比较少的 因为其实看到 台湾有一些产业 应该是讲说 慢慢都在消失 可是你都看不出来 这些产业到底是好是坏 因为我都还记得 台中有一家印刷厂 每一年都有送车子 每一年都好恐怖 我每一年 可是最近这几年就没有听说了 每一年他们好像收益都很好的感觉 对不对 对 好啦 我们这个印刷厂的老板娘 印刷厂的老板娘 现在要专心做 现在不是印刷厂了 不是 所以现在就要专心做 而且用做印刷厂的精神 对对对 来做手作教室 对来做这种手作教室 不一定是烘焙啦 对 就是来做烹饪教室 对 可是我们要先休息一下 进一段广告 再来一一跟大家介绍 今天我们超级美食家 你现场看到的 人吃的 狗吃的 小孩子吃的 减肥的人要吃的 这些食物 休息一下再回来 我等一下有一盒 给你们看 这一集吗 我们第二段 我们七分半 好 来 三 二 我是王瑞瑶 您所收听的是 中广流行网 超级美食家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 乐鹏烘焙手作的老板娘 林佩娟 佩娟姐 我的好朋友 来跟大家聊聊 最近还有以后 要开的课程 让大家知道 流行的烘焙教室 到底在教做什么 我每次只要看到 佩娟姐的这个 乐鹏的FBPO的东西 我说要教那么时髦的东西 又来了又来了 因为呢 其实今天带来的 都是很时髦的东西 因为刚刚有讲过 有巴斯克 这个是乳酪蛋糕 然后还有西班牙的手拉糖 还有黄金泡菜 永远都不退烧 就是所谓的 一吃就上瘾的鸦片泡菜 甚至还带来了猫狗的零食 猫狗的零食哦 可是佩娟姐 你在开课的时候 到底是怎么安排你的课程 一般来讲 我们都是先跟老师敲时间 然后那个要开什么东西 有时候是老师提供 有时候是我们会依照 学生想学的东西 跟老师商量 然后再去跟每一个老师商量 他所想要的 学生想要的课程 那老师能够开的 那有时候有些老师 像做猫狗食物这个老师 他就自己会开 他自己会去研发 所以他 他就是这次开了这个 我们就觉得 这个是在这边没开过的 一定很好 而且现在人 大家都有宠物很多 所以这个应该是很适合的 这个课很时髦耶 听众朋友记不记得 我们上次邀请了高雄的Ryzen Ryzen呢 就是在高雄的百货公司里面 开了一整层宠物百货的人 他那个时候就来讲 他的课程里面有什么 就是有主人 帮他的毛小孩做食物 我那时候一开始 他跟我讲的时候 我说有卖点吗 他说有啊有啊 大家都要帮他的毛小孩做食物 今天其实 佩娟姐带来的这个 就是毛小孩的食物啊 对 这是毛小孩的食物 可是看起来好像人吃的哦 而且闻起来好像麦克鸡块哦 它是麦克鸡块 啊好吃吗 我怎么问 不知道 猫狗的食物应该是没有调味啦 对猫狗食物是没有调味 然后依照猫狗 它的体质 有的是可以吃猪肉 而是不可以吃猪肉的 这样子 所以他会去做调整 那这个老师上课的时候 所以依照体质不能吃猪肉 不是因为宗教信仰 不是不是 那是人才因为宗教信仰 那狗的话 它会依照体质 那这个老师在上课的时候 他都会把配比讲得清楚 然后还会帮你把 就是说你的猫狗体质 你可以跟你的兽医商量 哪一些体质 你可以替换什么 这样子 可是问题是佩君姐 猫狗要吃的这个食物 老实讲人吃 只有难吃而已 其实都可以吃 对对 这个也是人可以吃 他会乱餐东西 意思是这样 对对对 因为猫狗的肠味 应该跟人差不多嘛 可是又很难讲 猫狗可以咬骨头啊 它可以消化骨头 人不行啊 是啊 对不对 对 所以他们老师就会去研发这种 然后会告诉你们 如果来上 有毛小孩的人来上的话 他会告诉你说 你可以适合什么 对 所以他上的课程 他上的课程只教做一种吗 没有 还是教做基本法 我们可以念一下 他有教 等一下这是什么老师 一个叫李浩维老师 李浩维老师 李浩维老师教做的猫狗零食哦 是 他有猪肉香肠的 然后也有鲑鱼丼的 然后也有猫狗吃的那个鸡肉做的马德莲 然后这个就是麦克鸡块 然后也有熬的高汤 这样子 猫狗喝高汤 对 哦 哎 好好玩哦 还有马德莲哦 对 还有马德莲 是的 可是老师 这堂课 你有跟过吗 呃 基本上我都是储柱在跟 我很少在跟 我都只负责拿成品的 哦 因为我就很好奇啊 因为上这个课 会很简单吗 因为听起来又有什么鲑鱼洞 对不对 会很简单吗 基本上 他基本上他的时间 都只有三个小时左右 就可以完成 对 所以应该都不是很难的 嗯哼 好 我是有看到外国节目啦 外国节目 有一种就是小气鬼的节目 呃 有人就会买猫吃的鱼罐头啊 嗯 然后拿回来啊 给他们家里的人吃啊 嗯 因为家里的人吃了 也会觉得味道差不多啊 那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想说 其实 呃 应该是说 不用担心 不用 宠物吃的人不能吃 对不对 是可以吃 这是我们自己做的东西 是应该是都可以的 没有问题 好 所以你今天带来的是 麦克鸡块 对 今天是麦克鸡块 对 好想知道怎么做 麦克鸡块 我来拿一块给大家看看哦 而且这个麦克鸡块 刚刚拿出来的时候 有没有 看起来很肉哦 这个其实是很纯肉哦 有没有 好想口吃一口 对 因为我就是翻到后面看 我看到有烤痕 对 还用烤的 所以是很方便 这不是油炸 不是 哦 啊 我有闻到啦 它除了肉之外 还有一些像是麦片之类的 有一些麦片 还是类似 类似 这种 杂粮的味道 其实很香哦 看起来也很棒哦 所以不知道怎么做哦 好好奇哦 他还要再开课吗 他还要来开课吗 会啊 只要 只要 呃 人数多的话 我们就会再继续续开 那所以佩娟姐 你们家的教室 呃 是以多少人为限 我们教室 小班制 我们最多可以收到20个人 哦 20个人 再多就太拥挤了 嗯 可是20个人 每个人都有炉火吗 呃 没有 两个人一个 对 如果是十做客的话 大概就是两人一组 嗯 嘿 这样子 两个人一组也OK 我自己其实有去啦 但还是工地 就是快要完工的时候 我有去 嗯 我觉得有一些设计还蛮有趣的 就像 呃 都在想说 宝师傅除了在东方工商上课之外 宝师傅也可以去乐棚上课 师傅有答应我哦 真的吗 嗯 他有答应我哦 但是只能开那个四道菜 三个小时 对啊 我觉得这样很好啊 对啊 佩娟姐 你一定要让宝师傅 而且我有快速炉啊 开那么多 对 我就是要跟你讲炉火 我有快速炉啊 因为很多人找宝师傅去上课 可是都没有成功 嗯 没有成功的原因 是因为宝师傅发现 很多烹饪教室没有明火 嗯 即使有明火 就是卡式炉 哦 我曾经看过宝师傅用卡式炉在上课 基本上很多教室都是这样子 可是卡式炉是 卡式炉也不是一般家庭的明火啊 对 就你至少至少要用家庭的火力 嗯 才有办法做出美味的料理吧 对不对 嗯 应该是这样讲啦 没错 而且很多人 所以我才会 为了这个我才会说 搬了家的时候 我会弄了一间是餐的教室 嗯 就是以这个为基准这样子 嗯 因为其实前一阵子 我们有举行全国技能竞赛 然后呃 举行完了之后 这次全国技能竞赛 因为是50周年了 大家呢呃 沸沸 做好菜 就算你们家都只是用电磁炉火 搞不好 有的人家里现在只剩电磁炉火了 我都觉得少了一点点这个味道 甚至距离火候很远 好,我们要先休息一下 进一段广告再回来 哎呀,我答应保持副不评论的 因为里面太多纠葛了 对呀 好,来 我刚才不算评论 不算 好,后半来 我是王瑞瑶 您所收听的是中广流行网超级美食家 听众朋友如果要去学做菜 如果想要去学一些流行 现在在流行的一些食物 我跟大家推荐乐棚烘焙手作 因为今天老板娘林佩娟 我的好朋友佩娟姐 来到我们超级美食家 来跟大家介绍 最近还有以后即将要开的课 我先打菜一下 听众朋友 我刚刚已经把orange吃完了 现在我要吃的是apple 现在我嘴巴里面吃的就是西班牙的手拉糖 这个连这个都有开课哦 我记得是在维丰南山是不是 还是维丰的哪一个百货公司 有一个专柜 每一天都有师傅在做这种西班牙手拉糖 然后大家都围着好开心哦 因为它做完之后就会给大家试吃 这个手拉糖看起来 你看可以做成这种苹果的剖面 可是因为这手拉糖大家不要看它长这样 这手拉糖吃到嘴巴里面 它中间有穿孔 因为它是一直拉一直拉一直拉 跟我们的那种台湾的那种 糖葱一样 有异曲同工之妙 我们也开过糖葱啊 你们也开过糖葱 所以它看起来是硬糖 可是吃起来不是硬的 对 是很舒服的 有点脆的 口水会在里面串来串去 所以等于是佩娟姐 我们刚才讲完了宠物的灵嘴 所以你们也开过糖葱哦 开过了 十月份开的 那你们烘焙教室不是像观光市场 观光市场才会有那种糖葱 好像那个头发这样盘啊 拉啊盘啊拉啊 不需要那么大的力气 真的啊 你不需要那么大的力气 大家知道糖葱是什么吗 佩娟姐形容一下糖葱的样子 就是白色的拉起来以后 就是一个洞一个洞一个洞这样子啊 它为什么叫糖葱 就是因为它很像葱白 对 而且很像一束 嗯 一束葱白 树在一起 对 哦 那个是观光市场 我每次看都在观光市场看 好好玩哦 把糖弄软 然后像长长的头发 下次有开课的时间 我再跟您说 然后你说 您如果有时间可以来看 不是 所以佩娟姐 你们教课不是这么 这么你知道 好像在 好像那个 我都不好意思讲啊 好像那个 街边艺人的那种 因为它那个动作 看起来就很粗犷 不是吧 不是 不用这样做糖葱哦 不用 不用 不用这样子 可是大家喜欢学糖葱吗 还蛮喜欢的啊 然后那个老师也是有加龙虚糖啊 那个老师叫什么名字 叫严志全 严老师 对 不要忘记了 对 所以你说 他也有教糖葱 也有教龙虚糖 对 我们十月份的时候 就是开了龙虚糖跟糖葱 这个其实都是用 然后十一月份才有开这个 西班牙的切片手工糖 也是同样的一个老师吗 对 同样这个老师 所以他是很擅长糖跟温度 对 对 糖与温度的关系 对不对 对 好好吃哦 现在吃苹果有那个 apple的味道 在我的嘴巴里 你怎么发现这个老师呢 怎么会有发现 其实我们开教室 就是要随时去注意一些老师 然后有一些学生会介绍 会觉得这个老师的课不错 那他可能喜欢我们的环境 希望我们去邀老师 我们在邀老师都有各方面 都自己会去看哪一个老师的产品 对我的学生喜欢 那我们可能会去邀 或者是有一些是 老师会觉得你的环境 看到你的新的环境喜欢 他也会主动来跟我们邀约 可是他们真的是学校的老师吗 还是很擅长这一门 他只是很擅长这个 所以他会叫糖葱 会教龙虚糖 而且我看到写龙虚糖还写法式 龙虚糖不是中式的吗 不是他不是教那个 不是中式的 不是拉的像细面线一样 是拉的那样 但是他没有像你 我们中式的那个 好像幅度要很大啦 什么样那个 他没有 他的手法是比较 优雅 优雅一点 优雅一点 好玩 你有跟过吗 没有 没有 你也没跟过 对啊我好好奇哦 你都今天都来勾引我 对啊 因为我自己蛮喜欢吃糖葱啦 可是因为要吃到糖葱是可遇不可求 几乎不可能 如果在普通的菜市场 而且糖葱也不是成品 就是你也不可能在糖果店发现有人卖糖葱 对 因为呢 他的糖呢 透过了温度让他变软 然后呢 透过反复的拉扯 糖已经变成白色 而且就像我刚才跟大家说的 跟这个西班牙的这个手拉糖 有异曲同工之妙 就他看起来 好像是一个很硬的糖 其实不是 他吃起来很脆很脆的感觉 好 那所以等于是 颜老师还有课 对 如果要上课的话 还有机会 这个是11月的课 对 11月 这会很难啊 西班牙手拉糖 不会啦 老师都说不会 老师都说不会 这个西班牙手拉糖做礼物 好适合哦 其实今天 佩娟姐带来了三包 都把它装在这种 白色的 一边是白色啦 一边是透明的 这个塑胶 夹链袋里面 就好像礼物哦 它其实就是一个礼物 搞不好 今年大家 Christmas 圣诞节 或者是新年的时候 搞不好 就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 来表达自己手作的诚意 你说都不会哦 不会啦 我看他们做这个拉糖 尤其是看他们 要有这种 断面的花纹 都要一层一层一层 包夹进去 然后细细的拉 才能够拉出 这种西瓜的断面袖 还有西瓜籽的感觉 嗯 西瓜的香味 哈哈哈哈 佩娟姐 在新冠肺炎的时候 你们也停了一段时间嘛 那个时候 你们有搬教室吗 对 我们那时候 几乎课一个月 开不到一半 因为主要 第一个也搬教室 第二个学员也会变化 他们会觉得 在地下室里面 他觉得空间很闷 那有时候我们还有 也有曾经有学员问说 今天是要开几个人 如果过多 他们就会说 哎 有没有下一堂 他们可能会搬下 那个下一堂课 所以 他们也担心 人数过多 对 他们就人数过多 对他们来讲 他们也觉得不舒服 这样子 所以原则上 我们那时候 我在去年 十一月的时候 会决定搬 第一个原因是 原本那个位置 是我原本 我的一个老师 在那边 然后他后来没做 那第二个就是 我想说 那既然我是地下室 不适合 那我就 搬来这个地方 这样子 可是因为 已经休息了很久 重新开课 学员应该很高兴吧 还要慢慢培养 尽力培养 因为大家其实还是很害怕群聚 是不是 对 然后也要变化一些 不一样的课程给学员 我是想说 我要走 做教室 而不是专门只吃的 我觉得你们家的教室 开课都很好玩 而且你们家教室开课 都非常在乎外在美 就是菜做出来 还是烘焙做出来 都很漂亮 而且都很时髦 就是大家讨论度很高 甚至是IG打卡上传 大家会很开心的一些烘焙 跟保师傅在做的这些老扣扣的菜 差异度很大 但是中餐很难 中餐本来就很难啊 你除非就是 你真的是要做一个 除非是点心 对 你中餐你就是要弄得 那么的好看 其实味道不见得 是那么的入味 其实原则上有时候是这样子 看师傅在卤制东西都多么的到位 但是他就是已经入味了 对不对 就是这样啊 可是我觉得整个趋势里面 大家都是还是比较倾向漂亮的食物 漂亮的食物是一回事啦 像士达老师的这个 我们也要邀他来教 家庭主妇的刀工 家庭主妇的刀工 对 因为呢 等一下就会跟大家介绍 这两罐泡菜 其中有一罐泡菜是海带 就让我记得保师傅 上次在上课的时候 所有来帮忙的厨师 包括 苏果雕冠军 高士达老师 都在埋头切 切什么 切昆布发泡的海带丝 这个不是 这个不是海带丝 这个是算海带 海带梗 细梗牙 但是 要切吗 没有 市场卖好的 难怪 因为呢 我想说士达老师更厉害了 因为你知道 这个海带丝 我刚才这样近拍 很细 它细到像是石螺 石螺的那个叶子 像针状一样 我就说 天哪 士达老师 这个刀工太厉害了 原来我误会了 不过我们要先休息一下 近段广告再回来 我心里想 你要叫他们切 这个他们不昏倒 没有没有没有 这是 这是它叫做海带梗 有吗 有有有 有在卖 好来 好 还有两段 还有两段 佩娟姐 你要讲慢一点 好 好 准备 对呀 三 二 我是王瑞瑶 您所收听的 是中广流行网 超级美食家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 乐棚烘焙 手作的老板娘 林佩娟 佩娟姐 来跟大家聊天 对呀 佩娟姐 现在直接帮我破梗了 就直接让大家 直接进入 黄金泡菜的 美好年代 黄金泡菜 听起来好像很好做 可是黄金泡菜 每一家的配方 都不一样 我刚刚其实 就看到了这一盒 这盒 我还以为 士导老师用的是 真正昆布发泡的海带丝 真正昆布发泡的海带丝 好好吃哦 而且呢 很难切 因为它很昆华 我其实有一段影片 一直都没有上传 因为宝师傅那一次 在东方工商上课的时候 很多人都在切 我就拍一个师傅 一个小师傅 在切的样子 好可爱哦 所以黄金泡菜 佩娟姐 你也会做 对不对 告诉我们大家 黄金泡菜的基本法 基本法 对啊 黄金泡菜 通常都要有一个 黄黄的这个酱啊 跟一般我们大家看到的 泡菜不一样 其实黄金泡菜 不是发酵的 不是 黄金泡菜是 小菜 对 拌出来的 它就是 红萝卜嘛 然后红萝卜 辣椒 然后跟 蒜头 这样子 然后跟一些调味料 调味料 打匀以后 下去拌的 我还有听过有人用南瓜 我们也有别的老师教红萝卜加南瓜 因为颜色 对 大家要它的颜色 还有给大家一个正确的观念啦 吃黄金泡菜会不会很肥 不会吧 不会 因为他刚刚讲的这些酱都是蔬菜打的 对 都是蔬菜打的 蔬菜泥 是 然后来拌蔬菜 对 是不是 是 好 士达老师 高士达老师 就是世界蔬果雕冠军 高士达老师 今年呢 也去参加了全国技能竞赛 好好玩喔 好多人都去参加这个竞赛 所以士达老师也在佩娟姐姐这边开课 对 有人要求要开蔬果雕吗 蔬果雕比较少 但是大家比较想要教的就是基本的 基本法 基本功 基本功 对 其实应该要想办法帮士达老师开蔬果雕的课 蔬果雕我们也会 过年前好不好 应该也会啦 就是有些人喜欢学基本一点的蔬果雕 因为毕竟大家不是像士达老师都这么会了嘛 雕容画风 对 所以就可以做简单的 可能是过年的时候 可以排一个盘 简单排盘的 就是过年的时候 大家也可以学习一些 就是用你们家的菜刀 不用再去多买一些工具所做的蔬果雕 而且呢 这些蔬果雕也可以食用啦 因为上次其实跟高士导老师在聊天的时候 士导老师就有讲 他说蔬果雕的问题是在于 蔬果雕不是木雕 所以呢 蔬果雕有一个鲜度的保存的问题 就是你雕完之后 它不可能给你摆一个礼拜 它也不是插花 难度很高 所以可以教一些比较可爱的便利的 然后甚至拿出来可以让全家大小都称赞你的蔬果雕 我其实要讲的是这句话 不要只有雕南瓜的魔鬼头 不要只有做这个外国的蔬果雕 我问你对不对 外国的蔬果雕就是万圣节的那个南瓜 南瓜那个没有用啊 我们其实应该要学一些在盘子里的有趣的蔬果雕 我要来给士导老师催生这一堂课 这堂课搞不好我也想要去上 我觉得好好玩喔 那所以等于是士导老师来到了佩娟姐的教室 教的是基本法 可是除了教基本法之外 要教大家好吃的东西 所以他先上黄金泡菜对不对 对 这两种是什么口味 这一个是一个是什么 这个是大白菜的 大白菜 黄金泡菜的大白菜 对 这个是黄金泡菜的 它是叫做海带梗丝 海带梗丝 海带梗丝 这个我真的没看过 不是就是以前的黄金 就是以前的绒吗 他们讲什么昆布绒 所以这不用切 这不用切 这个要手切 这个有一点难度 对 对初学者很难 好 所以等于是我们把这些材料都弄好之后 就跟佩娟姐讲的一样 把我们刚刚的蔬菜泥泡在里面就好了吗 还有其他的基本法吗 比如说白菜要抓 要腌 白菜要先抓 腌 那他抓腌的话 他没有用压的 他就是一直让学生 因为这个是实做 自己做完自己 我不用压水 没有 他都是用抓的 一直抓到这个梗软了 之后呢 再把水挤掉 然后再下去编这个 所以比较简单啦 对 那天保师傅在家里 教我做那个酱萝卜 我每一步做都按照保师傅的方式做 最后还挨骂 你没压好吗 对 你怎么知道 佩娟姐你好聪明哦 因为你知道我们其实在家里要做这些腌制菜 你要让它杀青 要让它出水 因为做的量没有那么大 对 我虽然想尽办法把我们家的有的石头啊重物啊都压上去 但是 因为量很少它压不到啊 但是你是这样子压嘛 师傅要求的是你要放塑胶袋打平压 对 我不是我是整球压 所以啊 我就挨骂啦 所以啊 因为我碰过啊 所以你很清楚 我碰过啊 所以我知道你是哪一步骤啊 因为我就在讲说我们家庭主妇的习惯嘛 对不对 而且家里打平 他就叫我一定要拿一个平盘啊 打平 然后要想办法 就拿个砧板啊 在家里就用砧板啊 就打平啊 他也是讲砧板啊 对啊 可是我就不理他啊 反正我就很铁齿 我就想要用我自己的方法 所以压了三小时之后 这些菜都还很水 因为你 都非常水 就是那个面 没有面积的问题 那有的地方有压到 有的地方没压到嘛 对 所以就是有的地方你就是不够软 有的地方还是脆的 所以就没有办法 也有可能啦 因为我一开始只想做一条白萝卜 结果保师傅根本不理我 他说他不想教我 我说为什么 他说一条白萝卜没办法 我说为什么没办法 我自己吃啊 一点点而已啊 弄出来几乎就 对对对 你要一样的工序 为什么只做一条呢 可是我的想法就是手做嘛 我自己吃嘛 我的想法其实很简单 然后到最后我自己又去买了一条 就我买了两条 回来之后才发现 一条真的没办法做 因为一条连压都没办法压 对啊 他等于是没有那么多东西可以注意 对啊 非常非常少 那所以等于是在呃 佩娟姐的教室里面 士达老师就会教大家用更方便的方式做 对不对 对 抓抓抓抓抓 对 不怕浪费时间 对对不对 然后我们其实也没有真的怎么去拧干 我们其实用那个家庭嘛 一人一份量不是很多 我们就用那个蔬菜脱水那个 哦 直接脱就好了 那这样其实我也可以耶 是啊 我们家有蔬菜脱水 是啊是啊 直接脱一脱就可以拌进去了 都没有想到这样子 对啊 哦 这样子好厉害哦 哎 我觉得这个跟等于是一般的这种专业厨房里面 还有家庭手作 等于是透过了士达老师做了一个转化 对 对不对 对 就很容易这样做 好 然后你刚才再讲的这个是海带 梗丝 梗丝 对 海带梗丝要前置吗 因为蔬菜要抓水 对不对 要让它软化 海带梗丝也要吗 烫一下也可以 对 就烫过就可以 因为我自己还蛮喜欢黄金泡菜的啦 因为黄金泡菜是滋味很好的一种小菜 它不是只浇黄金泡菜哦 它还浇什么 它把黄金泡菜做成稀饭 然后再炒那个肉 然后下去夹成汉堡 啊 等一下 它是用做好的现成的黄金泡菜 再来变菜 是 是不是 所以我们一堂课是这样子上的 基本上在我们这边上课的话 不是说这样子 结束 结束没有 这个可能老师统一示范给你们看 可能大家就是试吃 那这个让你自己做 做完以后 他就教你怎么运用这些菜 哦 原来如此哦 是 好 我们要先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 我都不知道黄金泡菜可以煮粥耶 这就会变成是蔬菜粥吗 嗯 我不知道 休息一下再回来哦 黄金泡菜的味道那么重 怎么煮粥 它有这么重的酸甜味 佩娟姐 来看一下哦 哦 士达老师做的菜很漂亮哦 有看到吗 这是士达老师做砂锅 用一个砂锅 就是做稀饭啊 嗯 用砂锅做一个稀饭 好 来 甚至最后一段哦 五分半 好 最后一段好 来 三 二 我是王润瑶 您所收听的是中广流行网 超级美食家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 乐鹏烘焙 手作的老板娘 林佩娟 佩娟姐来到我们超级美食家 来跟大家聊聊 烹饪教室 到底在流行教什么东西 而且是热门的烹饪教室 到底要传递的是什么 我现在要吃第三颗糖了 我刚刚已经吃完了orange 吃完了apple 我现在要吃的是西瓜 西瓜 有没有看到 我现在把这个西瓜的 西班牙手拉糖丢进嘴巴里 今天好开心哦 今天好像小孩子哦 今天有一个小孩子的开心的感觉 今天在这里跟大家介绍 今天有很多糖可以吃 对啊 佩娟姐其实在早期乐鹏 早期其实是以烘焙为主了 我觉得到目前为止 你们家的烘焙一直也都很强 嗯 我自己本身在接 我觉得好像没有以前的老板在接的时候 因为以前老板真的是很强 不会啊 你们很强 你们接出来的东西都很美啊 我收过几次 就是有几个来上课的老师做的东西 好漂亮哦 嗯 是不是 对 对啊 那可是你今天带来的这个 巴斯克 这个算是你们家最丑的蛋糕 可是我相信也是最美味的蛋糕 对不对 巴斯克对大家都说他是一个丑蛋糕 但是他就却是一个很好吃的蛋糕 这是哪一个老师叫做 这是一个叫杰弗里王嘉诚老师 杰弗里老师 杰弗里老师之后还要教什么呢 他的课程还是有教的还是蛮多的 他也常在教一些什么柠檬蛋糕啦 常温小蛋糕啦 然后主要是这个老师他现在会开晚上的课程 因为我在那边 几点 我在那边的时间呢 其实可以开六点半到九点半 有人在这个托刃教室有开这么晚的吗 对啊 开晚上课程 其实晚上课程就是简单的一个东西 然后大家下班以后来一下抒压 然后就提着东西回家 聊天一下耶 好好喔 我以前在学都学晚上的课程啊 好好玩喔 晚上要做什么课 晚上一定是要吃饱的课 吃饱 比如说我参加的课要让我吃饱 对啊 他十月份那时候开的是一个柠檬蛋糕啦 那十一月份现在是还没有确定是开什么课程 但是现在已经有老师都会愿意开 有几个老师都已经愿意开晚上的课程 所以晚上只学一样 几个小时 因为晚上的课程顶多是两个小时到两个小时半 一定是下班之后 对 所以基本上不会太长 两个半小时左右 那你如果说学到两三样不太可能 一般来讲就是一样 可能你自己实际做的 然后老师可能做一个示范 类似是这样的机会比较多 所以其实我在上课的时候 我都可以拎回东西去 基本上我们如果十座课都可以拎回 那有一些 你自己做的 对 那有一些东西是叫做示范课 就是老师做 你们看 但是老师也会给你试吃品 这样子 有很多学员那个试吃品 他们就会自己打包 舍不得吃 回家跟家人共享 保师傅的就是这样子啊 保师傅大部分都是示范课啦 对 保师傅现在很少做十座课 因为示范课 我知道有很多人不是去学 很多人就是去吃 因为你同样的课程 你会看到同样的人 对 而且你会去吃各式各样的好菜 这些在外面的餐厅饭店 也都吃不到 对 然后呢带了很多盒子去打包 对 对不对 打包 然后回家 全家人一起享用 是不是 那所以除了这个老师的课之外 还有哪一些老师也来这边上烘焙 最近要开的 11月12月 我们这边的老师大概都是都是敲整年度的 然后我有上次有来过有拿过一个bagel有没有 旭逢老师的 但他几乎每一个月也是在这边开 然后我们11月1号有一个有两个老师叫张修明跟张维凯老师 他有出书 他会在我们这边开一个签书会 就是 你们也可以办签书会哦 可以啊 我以为签书会只能去成品 没有啊 他就是他做他的东西示范嘛 然后就是顺便签书 然后老师就是做他的成品这样子 我们还开上午一场下午一场 等一下我现在才想起来了 10亿男的签书会 你还欠责哦 我们曾经想要办一场10亿男的签书会 我们好像把这件事情给忘记了 不过他的本书已经不是新书了 已经变老书了 所以也可以办签书会 很热闹啊 对 对 像我们也有 我们也会办公益啊 像我们11月办公益 对啊 你们前一天做了一个公益锋饪 公益的活动 我们又要 11月又要一次啦 那是什么活动 就是跟 就是自己去 就是跟团体 就是跟所谓的 我们上次是跟家福啦 那这次会跟哪一家 目前还不知道 怎么做 像我们的话就是 开公益课 跟那个 上次你有一个 卢俊清 卢老师 他开 他就是跟我们一起开公益课 他来我们这边 也是推他的书 然后收入 就是他 不会拿 然后我们就是拿出来 去办公益课程 或者是买米买油 去送到那个 就是 需要的 各个的团体 各个的团体 各个团体这样 我不知道还可以这样做 因为我那天看到你的FB这样做 我还蛮吃惊的 对我们上次是这样 但是有时候 看要 你如果要做这个东西 还要看 场地跟火力 就像你当时讲的明火 他那个地方不给220的店 不给明火 我们只能用110的店 有时候就要想卖的东西 就是要卖的东西是什么 来得到他这个 就是这个赞助 这样子 OK 好 听众朋友如果感兴趣的话 就去追 乐鹏烘焙手作的FB 搞不好你没有想要上课 可是你可以参加一些公益 我觉得也还不错 谢谢佩萱姐 谢谢 到我们超级美食家 下次再来 拜拜 拜拜